嗨 今天呢我們要讓樓樓試試看跳跳堂 有沒有期待 他期待很久了 我們在路上找到了跳跳堂 為什麼我突然想讓他試吃跳跳堂 是因為有一次呢我們家的小女兒 就是我抱抱他的時候就是他軟軟的 然後他又很愛撒嬌 我就想要叫他小軟堂 就是綽號對不對 然後他就突然跑過來說 媽媽那我也要一個綽號 我就跟他說那你叫跳跳堂好了 因為你很喜歡跳跳跳 啊跳跳堂 然後他說媽媽什麼是跳跳堂啊 那因為我們家的習慣就是 不管我教到他什麼 然後跟他提起到什麼新事物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呢 希望大家親自去體驗 那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上網讓他簡單看一下一下畫面 像我之前跟你們說過 我跟他提到那個海龜鼻子有那個習慣 我就去網路上面找影片給他看 但是很多事情我們家的教育方式就是這樣 然後既然講到跳跳堂呢 我想說讓他試試看 跳跳堂呢 是他人生第一次吃 然後我們在想說 第一次吃跳跳堂的反應應該會很有意思 想說順便記錄一下 這樣子我們在路上找不到 以前我吃的那種跳跳堂 然後這個是糖果 可能你吃一吃以後會濕濕的嘛 口水會沾濕濕的 然後就是沾那個跳跳堂的部分 然後我最近在seven看到一種糖呢 他說他是木糖醇的糖 就是不會蛀牙 那木糖醇是還能夠適當的 微量的幫助蛀牙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讓他吃吃看 這是他人生第二根棒棒的糖 他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盡量讓你的小孩知道 不可以吃別人給你的糖 又除非是爸爸媽媽允許的才可以吃 然後我也跟他說過 就是像這種不會蛀牙木糖醇的糖才能吃 一般的糖果可以吃嗎 對不可以喔 因為對小孩很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就試試看吧 這不是業配喔 但只是這個木糖醇糖果 我們應該也是 可能好幾個禮拜最多給他吃一個 或是一兩月一個 就是真的很少 我們基本上不給他吃那個糖果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我們正式的話題了 我們要幹嘛 吃跳跳糖 老公你要來看嗎 這個感覺就好像是我們之前 他第一次吃檸檬的時候 我們也會特別拍下來 覺得很有意思 今天呢 就不給他用這個糖沾了 就用這種糖果去沾那個跳跳糖 或者是直接吃跳跳糖 可以 都可以 他是一 一袋是糖果 然後這個粉才是跳跳糖 記得喔 路人給 隨便給你吃糖 不能吃喔 對 只有爸爸媽媽可以的才行 我先試吃看看 嗯 對 跳跳糖 你猜是什麼感覺 你猜會是刺刺的 還有呢 你猜你會喜歡還是會怕還是會 討厭還是會怎樣 你覺得 HOT 哈哈哈哈 你要自己撈是不是 可以 這樣嗎 好來 自己吃 自己吃 實話 實話僵掉 什麼感覺 你可以喊起來 你嘴巴可以 不停下來 好吃嗎 習慣了嗎 哈哈哈哈 喜歡嗎 我喜歡 還要 我不用了 你喜歡跳跳糖嗎 那這是什麼感覺 哺哺的 哺哺的 跟你原本講的刺刺的一樣嗎 我原來是刺刺的 那個 他 有點 哈哈哈 靜態不嚴重 不好吃 不好吃的地方是什麼 有這樣 哺哺哺哺 哺哺哺哺 哺哺哺 哺哺哺 那我們就來吃這個好了 好了我期待比較久的這個 記得喔 不要讓小孩真的太常吃到糖果 就 真的一到九九吃一吃就好 好吧 那你就吃這個 你看小朋友 吃這個 不好吃 那你會建議小朋友要吃跳跳糖還是不要 喔不要 掰掰